甘薇是京城四美冰雪微甜之一 虽然作品不多更没有什么代表作 但乐视老板娘的身份算是让她人生都开挂 从一个不太被认识的十八线演员逆袭为 身价十几亿的豪门媳妇 甘薇的老公贾跃亭是乐视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 婚后乐视股份还分割一部分给了甘薇 可正享受着有钱有权的傅太太现在倒霉了 净日一份民事财定书显示 贾跃亭甘薇夫妇多达12亿存款被冻结 而且其他财产也被查封 虽然具体原因还不得而知 不知道她会不会也走上自强之路继续复制刘涛 帮助夫家度过难关呢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甘薇原本不是做演员 而是做电影宣传工作的 在一次活动中 因为看过二十多便大化稀有的甘薇 向刘正伟表达了喜爱之情 刘正伟看到他觉得他做幕后工作实在可惜 2009年 刘正伟找到甘薇和胡军方立生孙力 一起出演了机器侠步入演艺圈 不过那时 甘薇已经嫁给了大学时就认识的贾跃亭 贾跃亭比甘薇大11岁 从甘薇大二十与他结识后就对甘薇有好感 最终甘薇大学毕业不到一年便与贾跃亭结婚了 随着老公贾跃亭的乐视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甘薇自然不用费心工作挣钱 甘薇好像一路顺风顺水 他的好闺蜜李小璐曾表示最羡慕的就是他了 谁不想不费力气救过好日子 2014年甘薇生下双胞胎女儿 一切都顺理成章 2015年 甘薇以老板身份投资了第一波网络剧 太子妃生殖记 并且亲自当监制 剧中女主角太子妃张天爱就是甘薇发掘启用的 张天爱如今人气这么高 甘薇算是他大大的贵人了 李小璐和甘薇是有名的好闺蜜 跟随着一半从商的甘薇 李小璐也在2013年宣布下海 两人合伙开启工作室 粤与威鹿工作室 太子妃生殖记就是这个工作室城志 后来推出了女人帮妞儿系列的网络剧 不过 如今两人工作室算是在近两年刚刚有了起色 甘薇却被冻结资产了 不知道两人合伙的工作室会不会一并停止运转 本来抱着甘薇准备大干一场事业 这下还没怎么见收成就受到牵连 也是心疼李小璐